今天晒的泥土收好 这边的也盖了一下 因为怕它下雨 泥土会冲跑的 现在要把这几个香瓜给摘了 已经熟了 有的就是苗都死了 这一个长得超级大 这个还是比较熟了 这个上面都黄掉了 闻起来还挺香的 因为这个苗都死掉了 然后把苗剪掉 再干 泡掉它 这个也要干了 这个没够完全熟 这个字都八成熟 黄有那么黄 这个苗也干掉了 一到时间 这些苗都自己死掉了 这一个的苗也干掉了 嗯 都挺香的 这个是最大的 这个苗都好香啊 香噴噴噴噴 还要留点种子 看看这一个比其他的大好多 其他的这些都已经很大一个了 被虫子咬了一点 这种黄了的就是熟了 这种黄了的就是熟了 这个也很黄 这一个比它们要大超级多 差不多大一半 这边也有 看下这个估计也能摘了 这个也黄了 熟了的 明天再摘吧 明天再摘吧 一次吃不了那么多 这还 有这一袋的还在找 看下 这里也有一个 今晚上还要再给它浇点肥料 这里也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小的 最一箱的也死瓜 就剩几个瓜 剩三个小瓜 这里也有一个可以摘的 这种瓜不好吃 非常脆 但是一点甜味都没有 这个品种也不好 明年就不种这种了 明年就种这一种 还有那个绿宝石 就种两种 这里也还有一个小香瓜 这里还有一个黄金瓜 这种黄金瓜不好吃 香就香 甜也甜 但是说不出来 就感觉那个口感太硬了 太柴了 不够脆不好吃 我下的这里还剩一点点 这里是我的绿宝石 绿宝石还剩几个 最近没有果荫 我就用这个网袋 给它随便泡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也有一个小的 刚挂过成功没多久 然后 然后 这边 这里也有一个小的 才挂过成功没多久 这里呢 也有两个 这个就小一点的 这个就比较大 这个呢 也被 哇也裂了一点了 明天爷爷把它摘了 这个地方裂了个口子 看 被钉了很多次 但是没有被钉坏 然后呢 这里 还有 这个是 羊角蜜 这个是种的很迟的 后面才种的 又长了好几个瓜 我都 没有怎么给它瘦粉 就随便给它瘦了一下 没有每天给它瘦粉 所以挂得多 然后后面 又没怎么给它施肥 长了有七八个这种羊角蜜 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也有个小的 这里这一袋 也有像三个 底下这里有一个小的 然后这里也有两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里的因为都没有 基本没有给它浇肥料 所以说它长得不是很大 今天晚上也给它浇点肥料了 刚刚洗了一个 跟我一直一人分了一半来吃 我咬了一点点 还蛮甜的 香甜 吃过来了 一闻到香味了 吃过去吃瓜羊了 今天腊出以后 香瓜里明显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而且香瓜也不怎么长 现在香瓜已经接近尾声了 往年涨到十月份 今年现在 才九月份 就基本没什么涨了 马上就种其他的菜了 吃 吃 吃 嗯嗯嗯 旁边这两个也是坏掉了 它做肥料 所以我特别爱吃香瓜 又洗了一个来吃 有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 香瓜应该是什么时候种的 其实在广东这里 立春以后一直到7月份都可以种 最迟7月中旬 8月初这样子 8月初已经有点迟了 但也可以种的 最好最好的时间段 就是4月份到6月份这个时间段 种是最好的 这个时间段种的瓜 又好吃 最重要的是长得非常快 长得又多 因为热嘛 越热的天气它长得越快 像 5月份以后种的话 5月份到6月份这个时间种的话 气氛很高 太阳很大 这个时候基本 从播种 然后到摘的话 有时候不到60天 不用两个月就可以摘了 就要注意一下 那一天 时就能够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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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